这不是邪教组织 而是日本地下偶像的粉丝团 他们有的为偶像一致千金 花的钱能在东京买套房 有的和父母断绝关系 只为得到一块偶像亲手奉上的小蛋糕 日本的地下偶像究竟有什么牧力 竟能吸引这么多中年大叔为其散尽家财 地下偶像顾名思义 就是在地下室举办演唱会和活动的偶像团体 通常不会在主流媒体上出现 虽然听起来小众 但是这类偶像已经占到了日本所有偶像的80% 光是在东京就有一万多名少女 从事地下偶像行业 而地下偶像跟主流偶像的最大区别 就是他们既看得见也摸得着 这位名叫瑞欧的女孩就是地下偶像的一员 她是表演世家出身 父亲之前是乐队的鼓手 辞职后为了继续培养音乐细菌 就开了家按摩店 也算是专业对口 在父亲的薰陶下 瑞欧从小就喜欢音乐 于是在16岁那年辍学 做了地下偶像 今年只有19岁的她 已经在这个圈子摸爬滚打了三年 因为演出场次有限 平时她都靠直播记载人气 因此还练就了一分钟换80个表情的绝境 然而在绝对天后面前 努力也许有意义 但是不多 瑞欧一顿操作猛如火 结果最后来看她演出的 还是那几条老腊肉 虽然老腊肉的数量不多 但质量惊人 个个能乙于敌食 每次瑞欧演出 他们都能营造出 几百上千人的惊人效果 粉丝给力 偶像也卖力 一场演出下来 瑞欧连鞋跟都跳断了 40分钟的爆汗 让演出浮上都是迷人相近 跳得最陶醉的是粉丝头子 这位名叫菊的43岁大叔 是瑞欧的忠实粉丝 一年能参加700次偶像公演 砸在瑞欧身上的钱 够在东京买一套房 可谓是爱他爱到了骨子里 大叔认识瑞欧的时候 正值人生低伙 本以为能携手走进 爱情坟墓的女朋友 却劈腿跑路 打击实在太大 于是大叔化悲愤为力量 把所有积蓄都砸在了追星上面 不仅是公开演出 连握手绘他也场场不落 握手绘指的就是粉丝见面会 让他们有机会和偶像轻易接触 对偶像来说 握手绘非常纯洁 纯纯走心和粉丝拉近关系 但是对粉丝们来说 他们往往已经想到了走甚的那一步 看见商机的公司抓住了他们的心理 制定了一个又一个消费陷阱 买一张CD1500日元 可以兑换一张偶像的10秒握手券 同时还能积一分 花到50万日元 能和偶像约会一小时 花到300万 积到3000分 能得到和偶像共有8小时的终结大奖 记载的是 积分是有有效期的 一个月就得清零一次 所以这些老男孩每个月都得拼命花钱 否则就只能看着自己的偶像跟别人你弄我弄 这可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据这位单身老青年说 他把每个月的工资都上交到了爱豆那里 这位老哥为了追星 现在还住在老婆小里 宁愿每天吃糠宴菜 也要给偶像买CD应援 在追星以前 他也算是一个大孝子 然而追星以后 就变得六亲不认 现在他每天最大的乐趣 就是在咖啡店里 给偶像做应援物 然后吃上一口 偶像亲手端给自己的小蛋糕 从嘴里一直填到心里 当说起自己和偶像的初次见面时 老哥到现在还是一脸陶醉 自从那一次见面后 别的女人就再也入不了他的发言 因为眼光太高 年轻五十岁的他至今还是单身 在日本唱跳剧下的偶像受欢迎 唱跳都不佳的偶像更受欢迎 因为这帮大叔就是喜欢养成戏 这是日本平均年龄最小的 地下偶像女团之一 眼前这个女孩叫亚梦 白天上学晚上上班 年仅十四岁的他 已经学会了职业假校 他的粉丝大都是五十岁上下 和他爸差不多大 当记者问他 这些人可不可怕的时候 亚梦犹豫了 努力控制好表情后才回答道 面对这些单身中老年 作为另一位女团成员的妈妈 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实则破然 未成年女团的卖点 就是还没有完全成熟 每次表演之后 亚梦都会在后台和粉丝们见面 这些人大多是极致宅男 不想找一位固定的女伴 地下偶像也深知这一点 无时无刻不彰显出 博爱的胸怀 不管是萌太还是大款 他们都不会嫌弃某一位粉丝 也不会对某个人特别关照 粉丝们也爱偶像爱的深沉 连祈福的时候都不考虑自己 只求偶像们身体健康 这位合发童颜精神抖擞 看起来一点也不年轻的大爷 叫奥多玛泰郎 他的偶像是大岛梁花 大岛梁花是AKB48的成员 这是日本最受欢迎的偶像团体 每年都会让粉丝 从300名AKB成员中 选出一位自己最喜欢的成员 总排名前80的成员 会在下一年安排出道 在这一群老男孩的努力下 最终梁花以2.8万票的成绩 成功出道 当奥多玛泰郎得知这个消息后 嘴角都快压不住了 但当着记者的面 他还是很谦虚地说的 在日本 像大爷这种沉迷地下偶像的人 还有一个特殊的称呼 玉宅族 因为他们大多不善和人交流 时不时感到孤独无助 而在偶像音乐会上 能感受到力量 所以才疯狂追星 偶像比赛我投票 偶像演出我必到 是他们的人生宗旨 也正是因为这些粉丝的努力 瑞欧最终被送上了更大的舞台 他可以去日本最大的现场场馆开演唱会 对于这场演唱会 作为粉丝投资的局明显更紧张 甚至比偶像到的还早 他特地找粉丝团团员们开会 为演出做各种准备 还专门布置了场地 演出正式开始后 看着台上光芒万丈的偶像 台下的粉丝们泣不成声 在中场休息时 局也真情流露 彼女はもうアイドルではありません アーティストです 但是音乐女神太忙了 并没有听到粉丝们的愿望 开完这场演唱会以后 瑞欧的事业并没有扶摇直上 反而屡屡碰壁 为了调节心态家长粉 瑞欧决定横跨日本骑行 然后开直播 吸引各地的粉丝 为了保护偶像的安全 局和另外两名中式粉丝 就在后面跟着他 有一位大哥还挺狠 把他妈的自行车投出来骑 这自行车的岁数比他年龄都大 秀气斑斑不说 还经常掉链子 为了追上偶像 大哥凌晨5点就出门 一路火花带闪电 怒起56公里 才和瑞欧会晤 中途光掉链子 就掉了15次 局原是位狠人 为了当好小跟班 甚至辞了职 就算自己经活 也绝不能让偶像受火 在此期间 局一直在默默守护瑞欧 他每到一个地方 局都会安排一辆商务车给他休息 还会安排当地的粉丝见面会 高阁开启弹 いくつ 16 16歳 本当 大人っぽいね 起行结束后 为了犒劳一路跟着自己的粉丝 瑞欧特意放出了一波泳装福利 看着玩失神诱惑的偶像 几位大哥的疲劳 瞬间一扫而空 记者问局 为偶像付出这么多 到底值不值得 他回应道 地下偶像 看似一群人支持一个偶像 其实也可以说 是一个偶像 肩负起一群人的梦想 粉丝们把梦想 架结到偶像身上 但自己的 却没捡起来 喜欢的话 一定要关注点赞 建设计和大家 一起看更大的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